嗨,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曹老师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的时间里面,小朋友们没有来学校哦 因为受疫情的影响,小朋友们需要在家里面休息 然后用手机或者是电脑和老师一起来学习华语 那小朋友们在家一定要听爸爸妈妈的话,照顾好自己哦 要多喝一点水,然后要勤洗手,多吃一些有营养的水果和蔬菜 这样你才可以打走病毒,你的身体才会很强壮哦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今天要学习的主题是认识地球 曹老师的家来自中国,有的小朋友的家来自新加坡 还有的小朋友来自法国,还有的小朋友来自美国 我们都来自不同的国家,但是我们全部都生活在地球上 那小朋友们你知道地球吗?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 看曹老师这边有一个小小的地球 全世界的人们全部都生活在地球上 地球是我们的家 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家园 爱护地球 那小朋友们现在曹老师分享一首儿歌给小朋友们 叫做低碳贝贝 我们可以一起来听一下 地球也已经很累 我落成小人类的醉 地球也也一冷心灰 每天流下伤心眼泪 地球也也小小心愿 欢他一片纯净空间 地球也也深深渴望 希望地球是最美的地方 我们是可爱的地毯贝贝 让爷爷轻轻甜美不再受累 我们就是时尚的地毯贝贝 见到环保成为日常行为 我们就是热情的地毯贝贝 地毯生活人群习促加倍 我们就是爱心的地毯贝贝 深处双手是地球 越来越美 多所大发车少开 清洁能烟来替代 节水节电来比赛 生活少用塑料袋 垃圾分类习惯在 喜欢利用巧安排 多多植树破绿带 空气清新好神采 点击节约或不败 留给后人青山寨 如果地球都不爱 我们如何谈未来 地球爷爷恢复健康 天空纯定不时渴望 地球爷爷露出微笑 人与资料多些美妙 地球爷爷无限信息 绿色不该每村土地 地球爷爷无限信息 地球爷爷占网未来 期待生活 越来越精彩 我们是可爱的地毯贝贝 让爷爷听听天美 不再守累 我们就是世上的地毯贝贝 剪刀黄帮后悔日常行为 地毯贝贝 我们就是热情的地毯贝贝 地毯生活 人情与幸福加倍 我们就是爱心的地毯贝贝 全球双手是地球 越来越美 我们是可爱的地毯贝贝 让爷爷听听天美 不再守累 我们就是世上的地毯贝贝 千万环保同位日常行为 我们就是热情的地毯贝贝 地毯生活人情 幸福加倍 我们就是爱心的地毯贝贝 全球双手是地球 越来越美 小朋友们 那我们通过这首儿歌 小朋友们有没有学会 我们要如何保护地球 如何保护我们的家呢 小朋友们丢垃圾 是不是要丢在垃圾桶里面 平时的生活中 我们要节约用水 节约用电 生活少用塑料袋 垃圾分类习惯在 你丢垃圾有没有丢在垃圾桶里面啊 有没有做得很好 好了 那听完这首儿歌 小朋友们是不是知道 如何保护我们的地球 如何保护我们的家呢 那小朋友们 你在平时的生活中 有没有节约用水 节约用电 然后生活少用塑料袋 垃圾分类 习惯在多多植树 扩绿带 这样才可以保护我们的地球 然后我们才可以有一个很漂亮的家哦 好了小朋友们 那现在我们做功课的时间到了 请小朋友们拿出你的华文功课 还有彩色铅笔 和老师一起学习 我们今天要做的功课 小朋友们 今天的功课是 听 这是什么声音 这是什么声音 把发出这个声音的物体 涂上相应的颜色 蓝色 蓝色 滴答滴答 是蓝色 那什么物体可以发出滴答滴答的声音呢 是电话吗 小朋友们看 这边有一个电话 电话可以发出滴答滴答的声音吗 不可以 那是电视机吗 电视机可以发出滴答滴答的声音吗 也不是 那时钟呢 时钟可以发出滴答滴答的声音 所以小朋友们要把时钟涂上蓝色 蓝色 蓝色 那小朋友们知道了吗 现在我们学习黄色 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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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铃铃铃铃铃铃铃是黄色 那小朋友们电视机可以发出铃铃铃的声音吗 是电话可以发出铃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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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铃By 电话可以发出链链链的声音 那小朋友们要把电话涂上黄色 黄色 那最后一个是红色 红色 红色 哈哈哈哈 是红色 那我们看 是什么发出了哈哈的声音 是电视机 不是 电视机没有发出哈哈的声音 是小朋友在看电视 小朋友笑得很开心 所以小朋友发出哈哈哈哈的声音 那现在小朋友们可以把这个男孩子涂上红色 男孩子是红色 多一次时钟可以发出滴答滴答的声音 所以小朋友们把时钟涂上蓝色 电话可以发出铃铃铃铃铃铃铃的声音 所以小朋友们把电话铃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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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电话涂上黄色 那最后一个是红色 哈哈哈哈哈哈 把男孩子涂上红色 红色 那小朋友们现在你们可以自己完成功课了 ، 。 。 。 感谢观看